中国青史学家严崇年教授来台湾将近两个月,住在佛光山上,他跟着大家一起过堂吃饭,也特别感受到佛光山的平等观念。 而且每场演讲更是人数爆满,让他特别的开心。 而在离开台湾的前夕,更不忘了拍下佛光山的美景作为纪念。 中国青史专家严崇年教授11月2号在佛光大学历史系的受邀之下来台演讲,一待就是两个月。 来台湾期间,严教授每天都到不同地方去演讲,像是其他分院,大专院校,故宫博物院,就连幸运大师也特别邀请严教授到佛光山上演讲,而让严教授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人平等。 到佛光山我在摘堂吃过饭,我跟那块过堂,我就有一个感受,就是吃饭的时候啊,从新陪大和尚到法师,还有到一些丛林学院的学员,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饭,吃同样的饭,没有特出的。 严教授表示,在佛光山感受到的平等观以及世界大同让他体悟很深,而且严教授来台有多长演讲,场场多爆满,大家反应热烈,让他很感动。 在南平别,满意法师主持了一千多人,大家像过节日一样,所以我演讲起来,所以我演讲起来也很高兴。 主要还是对佛光山的影响和威望吸引大家,佛光山像一块大的磁铁,吸引了广大的僧众到这来。 不只南平别院,严教授说,基隆道场来听演讲的人很多,位置不停地加码,就连走道上也站满了听众。 其实严教授之前对于佛教并没有很了解,但这次来到佛光山,他将十二本佛光教科书读过一遍,有了初步的认识。 星云大师在第一册的第一,开宗明义就提出来,就是四句话,叫做佛教人间话,教派统一话,佛理科学话,信众国际话,这四话很重要。 虽然严教授不是专严佛教,但他从星云大师提出了这四话感悟道,这是佛教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。 他说在这两个月中,他所看到的佛光山是僧俗兴旺,真正日上,每个人都是朝气蓬勃。 已经是第四次来台湾的严教授,这次是停留最久的一次,总是忙着到处演讲,却没有好好欣赏台湾的风景。 下礼拜就要回到内地了,专访完,严教授自备相机,在佛光山拍照留下美好记忆。 同心未免的他还会跟着镜头转,他表示这趟佛光山之旅让他印象特别深刻,有点舍不得离开了。 人间卫视李怡珍,高雄报导。